這是一場不公正的選舉 國民黨北市黨部主委直選 兩位候選人卻在政見發表會 起爭執 場面尷尬 全是因為市議員鍾小平 公布一段影片 指控對手前北市民政局長 黃呂錦茹 涉嫌會選 今天辦這個參議 是讓黃呂在競選的 帶來競選我們市黨部的主委 團團幾天 他來跟我表態 說他沒有時間去依拜訪各位里長 那哪城上三十代來丟多少票 2700 毫不避諱大談顧票 黃呂錦茹的操盤手郭明清 10月9號主辦餐會 在士林一家飯店宴請90位里長 以及黨內人士 還送茶葉禮盒 我就鄭重的宣誓說 第一個我不請客 第二個我不送你 第三個我不貴賢 堅決否認對手指控 說自己只是首邀參加 但鍾小平緊咬黃呂錦茹 因為爭議不止這一樁 2009年黃呂錦茹被指控 用價徵款逃漏稅 在民政局長任內 主管寺廟業務 丈夫卻承包寺廟興建工程 他老公在業務上 在私交上 於公於私都柯文哲這麼密切 這麼好 黃呂錦茹如何 他去制衡攻擊 而讓柯文哲下台 鍾小平很不滿 因為國民黨大咖 馬英九和好龍斌 名字相挺黃呂錦茹 連黨主席吳敦義 也被傳出案挺黃呂錦茹 一個是黨主委選舉 抹黑頻傳 如何選出接地氣替黨操盤 地方選戰的參謀 地方黨部主委得一堅康慶營運 主持地方選戰的重責大任 國民黨得思考 這一個職位所代表的意義 而不是讓有心人 當成自己政治之路的跳板 記者華少平洋子見李立真 台北報導